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母体变异数比的检定 这个题目是正大金融研究所的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X1到Xn是源自于一个normal的 μx是它的母体平均数 sigmax平方是它的变异数 然后还有另外一笔资料 y1到yn 这个地方是源自于μy sigmay平方 也是normal的 都是常态分配 那么他给我们的资料是在这边 n有25笔资料 它的总和是845 它的平方和是28678 那这个是y的部分 现在它的题目要我们做什么呢 要我们去做一个检定 而且是一个双尾 two side 那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检定呢 检定这两个母体的变异数的比 是相等的 而且它也告诉我们说 显著水准是使用的是0.02 那么资料也给我们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它给我们的资料在这边 首先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先建立一个虚无假设 sigmax的平方 等于sigmay平方 这个是对立假设 这个是虚无假设 这个是对立假设 那么现在我们的下一步 做什么呢 下一步我们要依据这个资料 先去算谁呢 算x 这是样本变异数 还有一个y的平方 样本y的部分 好x的部分我们先算一下 根据这个资料 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使用的是 我们前面所教过的 用这个公式会比较方便 这是平方的和 减掉n分之 和的平方 那我先算一下 这边有25笔资料 那n减1就是24 再过来 这边是平方和 在这里 28678 再减掉 这边n n是多少呢 25 那么这边是 总和是845 那么就是845的平方 好我们这个地方需要的是 计算机按一下 我们算一下看 这边算出来结果是 4.875 y的样本 这边就写一个29231 这边就写一个29231 减掉 资料是29笔 那么这边 和是多少呢 是918 那么就是918的平方 好我们这边计算一下 这边计算机按一下是多少呢 6.127 我们已经把这个样本编译数 两个样本编译数都已经算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的是 检定的工作了 我们要用这个检定的话呢 当然就要用到的是 F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看 这边 这边是显著水准0.02 双尾 那么就各自是 0.01了 这边也是0.01 好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F值 F值的定义是 样本编译数的平方 比上母体编译数的平方 样本编译数的平方 比上母体编译数的平方 因为我们在这里 虚无假设 已经是设定它相等了 所以我们这边 直接相比就是1 我们这边就消掉 这边SX的平方是 4.875 这是 6.127 好 我们计算一下是多少 计算出来是 0.7956 那么 这个F值 我们接受吗 来 我们看看 根据它给我们的资料 我们把F分配画出来 这边的临界值 这个临界值是多少 这边是0.01 所以这边写 0.01 那么自由度是多少呢 自由度我们看 这里是25 这里是29 那么这边就是 24 还有一个 28 那么这里呢 这里的话呢 是 0.01 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 0.99 自由度 自由度仍然是 24 28 好 我们再算一下 这边是 0.01 我们看看资料 有没有呢 有的 0.01 24 28 在这里 这里是 2.52 那这个值呢 这个值呢 这个值我们 没办法查表 那它给我们的是 颠倒过来的 我们可以把它算一下 根据 F分配的一个性值 这边是 0.01 分之 1 到这边的话呢 自由度要对调 28 24 那么这边是 2.61 那么我们这边就算出来是 2.61 分之1 来我们计算一下 2.61 分之1是多少呢 是 0.383 好 那我们看 我们这个值 是落在 2.52 0.383 在这里 我们是落在的是 接受欲的范围 所以 我们下什么结论 我们是 无法拒绝 H0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接受 这个区无假设 这两个母体的变异数 我们接受它是 相当最后 区域 我们接受